看看新闻榜 要说2014年东方卫视最红的电视剧呢 魏子夫应该是其中之一啊 因为超高的口碑和超高的收视率 魏子夫已经在多个这个国家和地区播出了 近日呢魏子夫即将在香港地区开播了 男主角林峰也是亲自到场助阵 一一三 被誉为史上最帅汉武帝的林峰 昨天为自己的电视剧魏子夫在香港开播站台 其实蛮开心而且蛮惊喜的 因为也是今天过来这个发布会 我才知道原来还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不同国家都有播放魏子夫 有观众去关注我们这个电视剧 电视剧大卖想必作为男主角的林峰 收入也是水涨船高 可是林峰却透露他的片酬是开拍前就订好的 多国版权的分红他可捞不到 不过他也因此要吃一欠仗一智 我说对 下次应该签约的时候 应该签一签地区 不同地区的播放权 应该我们演员也要有份 去年林峰和老东甲TVV合约到期后 毅然离朝 高调签约新东甲英皇 看来林峰也打算在音乐上有所作为 这个月底就要去美国那边进行录音 拍舞 拍MV 据港媒爆料 这次林峰可能会在美国录制新专辑 直至农历新年 而他也会带着吴谦语一同随行 一到过年就是艺人就比较忙的时间 因为有很多商演的活动 好了好了 我们可不想替你在这打太急 话说35岁的周杰伦都要娶21岁的昆龄了 你和BB刚好都和他们同龄 我说林峰 你还在等什么呢 娱乐星天地编辑报道